这一堆大学 会有什么分别吗? 这个大学 如果你有大学变成 好像很多大学 我有几个例子 对你们说 这一堆大学 成绩是什么? 它是一个科学 后来成绩的科学是什么? 这一堆计算是什么? 这一堆计算是什么? 可以是这样 这一堆就是成绩的 它只能从一个大学 成为大学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学 成为大学 所以大班学业的 从2013-15个 现在到 进入第六个人 那么当然 它的这一个条件 失职 失败 这些都要符合 可是有什么分别吗? 就你 刚才有人提到 讲说这个会变成 变成的 然后那个 Yuta变成 academy 你们会这样做? 那其实这两所都是在我们创建 所以你不可能说 让它 同样的课程 两别都一样 你就应该包罗万有 这些 它的强项 你就应该给 达曼大学 但是有一些属于 本来 是达曼大学学院的强项 就应该给他去学 未来还有很多科系 据我所知呢 二十年后的科系 有百分之六十五啊 现在还不存在 所以你的整个市场是非常好 换句话说 未来的工作 今天有的工作 我们未来不亦未必 现在的科系 大师的科系 二十年后已经 用不上产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 而且提升自己 然后这种变化是一个 全球的一个趋势 不单单只是马来西 那这个会变成 代表会主打这个大 大于世界上的情况 这本来就是一个 你看第一 它的商科最强 全世界 Platinum XM3 就是在这个 VCC 全球 伦敦以外 这是最卓越的一个套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套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套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套餐 这位套餐 请商品 在第一个套餐 我想要把这里 这位套餐 优先到我要用